大头菜炒粉条啊 你要是做好了 那是一个非常好吃的家常菜 今天呢 我就把最简单的方法分享给大家 首先呢 咱们准备一个大头菜 我们这叫大头菜啊 你们这叫啥就不知道了 给它切成均匀的细色 然后呢 用清水啊 多清洗两遍 给它洗干净的 家人们 如果说你手机要有电的话 能给兄弟点个双击和关注吗 方便呢 日后你有啥不会的 倒着里边巴拉巴拉 咱们好有个参考 这个时候呢 咱们切点葱花 蒜末 然后呢 再准备点啥呢 干辣椒段 备用 然后呢 锅中烧水 下入泡好的粉条 少来点老抽啊 给它煮啥事呢 煮至上色 这个时候捞水就可以了 锅里有点底油就行 放入葱花 蒜末 干辣椒 爆香 少来点酱油和蚝油 然后呢 下入大头菜 给它大火给它翻炒 多翻炒一会儿啊 给它炒粘巴的 然后呢 下入泡好的粉条 加入盐和鸡精 继续给它翻炒均匀 大头菜炒粉条了呀 你就像我这么做 可好吃了 您学会了吗 最后还是那句话 关注我 也许还真有点用 感谢大家